大家要勇士跟勇气 两年一届的台湾小姐选拔赛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一届 2021年4月24号下午开始 还在台中市富王饭店 盛大举行第十一届的初选大赛 担任这次大会会长 同时也是台中市新闻记者协会会长陈文旭说 希望透过台湾小姐的选拔 将台湾之美推广到全世界 担任主持人的Tony Chen 跟第九届台湾小姐陈思雅说 在参与选拔的过程中 体会了选美的辛苦跟真善美的意义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但我现在能够很勇敢地可以跟大家接触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能够代表台湾向世界介绍台湾之美 我觉得这个是先为台湾小姐最重要的责任 大会主席潘冯青跟会长陈文旭表示 今天参加这次的初赛的25名嘉丽 大多有高学历的博硕士学位 也有台大、清大、交大高材生 更有金钟奖入围最佳女配角 节目主持人 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知名网红直播主 还特地为从美国赶回台湾参赛 却因为还在新冠肺炎自主管理期限的 嘉丽陈杰敏 采用直播视讯让她参赛 有两位身杖嘉丽 虽然缺乏优势 但是他们决心要展现自信魅力 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2021年台湾小姐各个才貌兼备 相当亮眼可以说台湾选美史上最强阵容 获得到场贵宾跟评审的经验跟肯定 这个名字叫台湾小姐就是代表台湾 那么这一次很高兴我来当这个评审长 那我看这一次的水平非常高 人才然后看起来 这个应该有好戏可以看 那也很感谢台中记者协会 支持这样的活动 那么我们应该把它办得一届比一届好 已经迈向第21年的台湾小姐选美比赛 一路上秉持着认同台湾 推广台湾的美 还有传递爱的使命感 培育出许多内外艰巨的女性 今天出赛圆满结束之后 将在5月15号下午2点 到高雄市立空中大学举办复赛 并在7月24号到台北原山大饭店举行总决赛 中间还有国府比赛和外景泳装赛 欢迎民众踊跃到场观赛 记者肖又金 罗亚文 台中报导 享 vessel的第2처럼 中文字幕直播放 收dar目前还有国武器 中文字幕制作者 南美目 crear遠乎美货 中文字幕制作人